大家好,我是爱妮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原神4.8雕像师建模重作 技能机制爆料 火神冰神立会形象曝光 5.零纳塔消息总结 原神,VIP 4.8卡石雕像师机制曝光 形象爆改 5.零老角色大家强 纳塔火神希巴拉克特效超帅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有关4.7星深渊奖励界面 和PVP资格证 深渊星级对外展示 不出所料 老深渊也直接展示成绩了 Spiralbeast就是深境螺旋 4.7星老深渊成绩以后 都会个人资料直接展示了 4.8调香师建模有变 有内鬼透露 我得到的调香师AI图像 是由上变这版 并不是紫色忧郁节 像崩铁翡翠有个大帽子 不过身材更修长 头发颜色不一样 衣服细节不太一样 是成女体型 应该还会有微调 调香师确实是草系 燃烧相关 不过技能还只有个大致方向 详细的没出 有关内鬼透露的 5.0纳塔总结 纳塔有着大量的龙 人龙共存 西巴拉克感觉地位很高的样子 说了真正的龙去而复返 是试验开始 那就是剧情里去打龙了 报答纳维莱特 地区 穿越须弥沙漠 沙漠西边 地貌 黑曜石 部落 草原 火山区 温泉 分为 龙飞月 黑曜石 龙烟火山 草原 浮世 罗莉 是部落风 不同部落 希望不一样吧 拳斗术 打拳 迪西亚风 有关内鬼放出的冰之女皇形象 现在就看火神原型 是不是机子吧 如果是 冰神原型大概率是 布洛尼亚 更像是 赛诺同款 最后就是4.8卡什星五星角色 调香师的相关消息了 根据消息来看 调香师是一位女五星角色 黄色头发 有眼镜 机智的话 燃烧增幅 后台草C 不适合计划反应 本身拥有高额的伤害 不只依靠燃烧反应 造成伤害 挂草原素的效率 据说和白族差不多 机智的话 和之前舅舅们说的 差别不大 形象差距倒是挺大的 不过 目前该消息 也比较存疑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之前舅舅们爆料提到的 那塔角色升100集的消息了 根据舅舅们目前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如果升100集 攻击模组和精通模组的角色 吃肉比较多 因为基础攻击力增加 老角色的话 看样子又要起飞了 草反应只是等级和精通 对于生命角色几乎没有提升 纳维莱特吃不到肉 无人估计会直接起飞 而在5.0那塔 目前已知登场的角色 会有火神 西巴拉克 伊安三 其中火神 伊安三均是女角色 西巴拉克是男角色 火神的形态就不多说了 双形态 体型不一样 戴着面纱 有关于西巴拉克的形象图 也被放了出来 不过看起来有点抽象罢了 图片就不给大家放了 图片与角色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 西巴拉克的设计 据说非常的华丽 和水龙王纳维莱特对比 就是暴露的更多一点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 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 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